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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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小铃蓝铃 蓝老呢 蓝老 蓝老平时很少来医院 我们接到电话说蓝老进医院了 他不在吗 蓝铃呢 你看到蓝铃了吗 他这么高 眼睛大大的 娃娃脸 蓝铃 蓝老那个小孙女 我应该没看到吧 我今天一直在导产台值班 如果他来过我应该会记得 你说那辆车怎么来得那么巧 还好自从小雪出事 走 在这 走 好你个心尊 但威胁老子 这次还不是落到我的手 你早晚闻不回 小蓝铃 哥哥来咯 小蓝铃 哥哥来咯 秦寿生 秦寿生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秦寿 妈的 你怎么阴魂不散啊 秦寿生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是吧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只能没收你的作案工具 救命啊 疼 谁来救救我 小铃儿 你没事吧 醒醒 热 你说什么 我热 铃儿 醒醒 睁开眼睛看看 是我 你怎么 小蓝铃被秦寿生那个初人下药 快帮我 这种春药是目前市面上药效最强的 而且是一种特效药 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清除 在体内有残留的话 会有很严重的后遇症 轻则嘴歪眼斜 重则丢掉性命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当时有 就是 要让他发泄出来 你要干嘛 你真的 你想什么呢 天龙八卦针 我刚刚对付了秦寿生 在现在内力上去 需要你帮助我 那位 平民间 我们在干嘛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孙哥 我妈想今晚请你去家里吃饭 谢谢 你母亲不是味觉失灵的吗 这是我做的 孙哥 你尝尝我的手艺 好 味道确实不错 那你觉得我这个手艺够不够开饭店的 你的意思是 我想辞掉护士的工作 专心来帮我妈开饭店 冰冰姐 你怎么了 不开心啊 我有个问题 如果有个人他对你很好 总是很照顾你 但是呢 他也很照顾别人 你说他到底喜不喜欢你 冰冰姐 你说的是尊格吧 他说什么呢 喜不喜欢你 事实不就知道了 我只要开一副药房 保证你母亲要到病除 然后你们家饭馆就可以正常开下去了 你也就不用辞职了 真的 孙哥 孟医生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要不然先去他那看看吧 无妨 一个药方而已 很快就能写好 只要按照这个药方每天服下 不出半个月 阿姨的味觉一定会恢复的 让我看看 伤到哪儿了 等你看 我早就死了 我知道你没事 刚刚我在小雪家给他妈妈治病了 所以就耽搁了以后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 你是有千里眼还是有顺风耳啊 你打电话只说自己出了车祸 但没有说具体地址 你不是这么不谨慎的人 行尊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你明明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我在小雪家给他妈写药方 我想着去一趟也不容易 林小雪重要 李飞飞重要 蓝林重要 反正 我在你心里 永远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 你是我最爱的房东嘛 你不用担心 不用生气的 尊哥不好了 压甲他被人抓了 张悦是我战友的妹妹 别走别走 放开我 尊哥 先放手行吗 两个大老爷们拿过人家小姑娘干什么 你是他们哥哥 你又偷他们东西了 我没有 这次真没有 还是个惯犯啊 你不管叫你妹妹 我就把她送去警察官叫 赶紧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怎么回事 压甲姐这次真的没有偷东西 我们听到他们提到浩月商会 就想跟上去听一听 说是 浩月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见不得人的生意 可还没听个真切 就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为什么会诬陷你偷东西 靠得太腻 一下没忍住 我没收了 就当当工不过 狂愣大人 黄处长 跟我玩灯下黑呀 黄狼大人 在下也是身不由己呀 我给你一个将工不过的机会 秦桧和秦寿生这两条狗 由你亲自来签 怎么 不愿意 还是说 你想被拥兵集团 永远出名 在下不敢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证据 会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